之前竹山高中第58屆 畢業典禮隆裝登場 在師長清流的環聳與祝福下 256位高山生正式畢業 將邁入人生新的階段 希望他們都能有亮眼的未來 各位高山同學們 校長還有學校市長們 為你們準備一張超大三的畢業證書 我們這次畢業生總共有256位 在此我想先預祝我們畢業的同學 畢業快樂 用你的熱情在你的工作或是學業上 做事情把它做好 不是只有做完 做人的心存三念 我想各位未來的前程是一片的明亮 祝福大家 也謝謝家長們 能夠參與今天的畢業典禮 三年前把孩子送到學校來 現在孩子畢業了 恭喜家長 新院陳怡領也專程出席活動 恭喜孩子們正式畢業 希望未來他們都能夠盡到各項責任 為國家 為家庭 為職場 貢獻出一己之力 那很開心又回到了自己的母校 那在新的一個旅程裡面 我們期待 因為他們已經成為了公民 也成為了成年人 那我們期待我們的學弟妹們 能夠為我們中華民國這塊土地 能夠盡心盡力 然後為他們自己的前途呢 能夠更努力 那也希望他們呢 能夠在人生的路上呢 能夠更順遂 那也期待他們 為國家 為土地 為家庭 都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那有個更好的貢獻 先遠參孟兒也感謝學校的用心辦學 讓這些孩子三年來所有所成 祝福各位之後都能夠持續努力 打造出更美好的未來 我們校長領導之下 我們的所有的老師 都非常的盡心盡力 在教育我們的學弟妹 那在此孟兒特別表示感謝 在此孟兒特別的恭喜學弟妹 今天的畢業生有256位 相信在這三年來 學習成長 同學已經蛻變 也希望說同學 在進入新的一個里程碑 能夠藉由這三年的所學 能夠海闊天空的遨遊 相信成功一定是屬於我們認真 學習的同學們 在此我們一起共同的勉勵 議長何勝峰感謝校方教育學子的用心 恭喜孩子們順利畢業 祝福各位 都能夠在各領域有更亮眼的表現 日後一起來為社會貢獻一份心力 讓社會發展能夠持續提升 記者盧凱竹山採訪報導